Hello大家好,我是火星小姜 这一期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西装外套 还有一件牛仔裤 咱们来看一下这件外套 这件外套是花了289块钱买的 我们先来把它打开 这件外套摸上去质量 还是蛮好的 我们先看看里面的做工吧 里面做工都是蛮简洁的 这种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袖子 袖子是很常规的 它是一个短款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裤子 它这个是模特搭配一套的 然后我们把它都买回来了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裤子呢是这种款式的 是一个蓝色的一个裤子 这里是有破洞的设计 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裤子 一个直端裤 好,我们现在把这一套穿上身 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 好,已经穿上身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衣服吧 我现在搭配的是一个 黑色的一个西装裤 和这个一套 大家先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个衣服呢 是这种小小货的一个系列的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熟风的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成熟一些 里面讲呢 就这个小白色的吊带 真的就是很百搭了 秋天穿这个外套 然后这个厚度呢 我觉得也是刚刚好的 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毕竟也应该是300块钱了嘛 看一下这个配黑色裤子的一个效果 这是配黑色裤子的一个效果 好,这是配黑色裤子的一个效果 大家去参考一下 这样一套搭的话 我觉得比黑色裤子 穿起来的话更良静一点 然后这两款裤子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 以及自己去选择 自己喜欢的一个穿搭啊 配黑色裤子或者是蓝色裤子 都是可以的啊 下面配上白色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的裤子啊 然后像如果是上班的话 也是可以穿的啊 然后这一套的话 也是属于那种休闲 然后带点气质 还有点成熟的那种感觉啊 人情来说 这个外套还是蛮好看的啊 这一套穿也是蛮好的一个效果 好了,那这套衣服的话 大家觉得款式好不好看呢 然后记得给小小留言评论哦 记得给小小点赞关注哦 还希望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